大家好 现在美国确诊了 890953 治愈了82239 死亡了50349 病死率是5.7% 加拿大是43296 治愈了14938 死亡了2241 纽约死271146 死亡了20973 病死率是77% 新泽西子突破了10025 死了5426 病死率是5.4% 马赛诸塞死46023 病死了是2360 病死率是5.1% 加利福尼亚是39289 死亡了1525 病死率是3.9% 然后德州是22625 死亡是604 病死率是2.7% 退伍军人体系是6238 死亡是391 病死率6.3% 军队是5901 死亡是25 华盛顿特区是3361 死亡是139 然后内部拉斯加是2202 死亡是47 联邦监狱是977 死亡24 哈瓦尔 夏威夷596 死亡是12 怀恶明是453 死亡是6 这是张昂东在美国 内部拉斯加州 给大家带来的报道 美国现在是处在这种 危重时刻 需要继续坚持居家隔离 才能有可能 才有可能好转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